在下午宣佈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之後 一名35歲名叫梁凌潔的男子 穿著黃色雨衣 雨衣上面寫著心灰二難林鄭殺港 黑警冷血撤回惡法的文字 在金鐘太古廣場四樓平台 進行的外場修復工程工地 在他的台外面懸掛了反修例 和反政府的抗議標語 要求撤回修例和釋放 在警民衝突中被捕的人士 消防員接報之後在現場打開救生器材 去到接近九點鐘 梁凌潔先生危助五小時之後 突然爬出棚架之外 消防員嘗試展開救援 但是不過 梁先生過下至地面行人道 最終在晚上九點十五分 雙重身亡 梁凌潔先生在太古廣場上面掛起的標語 列出了五個他追求的理想 香港人都覺得很認同 香港人都覺得很認同 所以五大訴求就此命定了 這五個訴求是全面撤回送中 我們不是暴動 釋放學生、傷者、林鄭、夏台 和HELP香港 這一個就是梁凌潔先生的故事背景 那我們的追思會現在正式開始 那大家可以自由地去導演這些班的朋友 多謝大家